同学们我们还有一分钟就要上场了,大家做好准备 7月13日晚,清华大学蒙民为音乐厅后台一片忙碌 来自北京香港学生清华暑期音乐营的20位金港两地青少年 正紧张地做着最后的准备 再过一会儿,他们将进行汇报演出 展示近几日音乐营学习交流的成果 晚七十许,演出正式开始 虽然磨合时间不长,但学生们仍合奏默契 其中既有来自西方的经典曲目 也有极具东方韵味的中国名曲连奏 其实很多Vivaldi的曲目和巴赫的曲目 都是我们接触过的中国民族方面的曲目 例如梁柱和叫串烧,我们都很喜欢 当晚,著名小提琴家吕思青也登台与青少年们合奏 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 我认为他们的水平都非常高 我觉得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音乐学院的学生 但水准绝对不输于专业的学生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超越世界上一切语言的连接人类情感最好的一种途径 通过演奏了解中国的音乐 更能够认同自己的这种文化的根基 能够更好的将来把中国最美丽的声音传递给全世界的朋友们 演出结束,走下舞台的学生们显得格外兴奋 这次演出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我打八分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到了很多彩排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东西 然后是非常,就是很有进步的 十分的话我会说十一分的 十分的激动和开心 因为我刚刚拿到李老师的签名 和那个李老师一起合作之后 我的心跳就很快 对今天自己的表现不能说完全全部满意 但是可以了 因为我们给大家呈现了这么好的这个演出就很高兴 而除了演奏上的交流精进 每日的朝夕相处也让学生们以音乐为桥梁 加深了对于彼此的了解 很多耳化音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而且尤其是那个北京腔,就真的很大印象 我以前来之前我的普通话没有这么标准的 和内地的朋友啊,一起切磋 就无论是这个音乐上 还是就是不同的方面 所以我也会和香港那边的朋友分享吧 然后也会和这边的朋友 新认识的朋友一起保持联络 我只能在唱歌的时候说乐语 但是现在 基本加了所有人的威胁 音乐给我们一个交流的桥梁 不用自己的嘴来说话 而是用音乐来感染对方 据悉除排练和汇报演出外 此次音乐营期间 国家一级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 为青年学生做了我们的国歌主题授课 两地青年还到故宫 时差海等地参访 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看到了同学们这样朝气蓬勃地这样的一起来完成这个表演 那我感觉非常感动 我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借助这样好的资源 能让金港两地的学生多多的特别的音乐来交流 排练交流的过程中我看见了北京和香港的同学们真的是打成一片 今天是第一次办 明年肯定继续 短短的几天对他们去体验我们香港跟内地的文化是同根同源的情怀 那个应该是很有帮助 我相信他们也会趁着这次来到北京去看看我们首都最新的发展 去了解我们国家最新发展的情况